然後再尋寶一下 那有一些人很不好 他的動作很不好 怎麼樣不好呢 他為了要看人家的根 拿起樹來就這樣搖晃 然後一搖晃呢 有根的位置 是不是會有凹陷 要凹陷會突出的土浪 然後結果覺得 喔這是這樣不好 為什麼 你沒有告知人家 你如果這樣搖晃 他的根跟土之間 就有可能被扯斷 然後呢 不知道的商家 沒有來得及 你如果 剛剛我們做剝土的動作對不對 回去要馬上澆水 讓他的土跟根 平均裡面 那很重要 啊如果你 那個不知道的人 又被大太陽一曬 這顆樹就 化掉了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哇你動了怎麼可以 這樣子把我的樹搞 像這一棵樹呢 好我們的根盤 呈現 有些時候根 如果沒有那麼完整的話 他的主幹很完整 就要選主幹 像這一棵樹很 很EVEN的條件 這邊 好 他即使有一條根 或兩條根 去呈現他的抓地力 可以 但是他的主幹 是很完整的一棵 大樹的形態 有沒有 像這一棵 的正面 就要把它擺在這裡 這樣看過去 OK 這一棵樹的整個的 這邊 把它做過來 這整個架構就很美 好 這裡這棵 就要拿出來 所以自己拿掉 就很明顯 有沒有 好 那這個 跳蟹到這邊 左右補充之類 然後這邊 就有一個轉折上來 灌底要做這個 然後有一點 半飄的形態 所以每一棵樹 所以每一棵樹 當你的基本樹形結構 了解了以後 你就很容易 像一棵樹在設定的位置 設定的位置 好 你的不完整的時候 沒有關係 就每一個牙 兩個牙 一定要用 然後 直接 就拿來課堂上討論 或者 跟朋友之間套論 你覺得我這一棵樹 又怎樣 更會跳舞 其實樹形呢 要經過 更專業的人 去討論 去看生物 比如說 你看的是這樣 我看的是這樣 他看的是那樣 沒有這個 最美的 只有一面 然後呢 最美的型態 也只有 一個方式 去把它呈現 什麼 方式 你幹 剛剛講的那句話 一起幹 做自己 這一棵樹 一定只有一個地方 最美 你找得出來 好 不要說 不是我要看這一邊 我要看那一邊 你的結構 沒有那麼完整的時候 當然 可以 錯誤 偏差 這樣子 像你這一棵的話 應該它 在幾湯 沒關係 這個 這個 預留下來的話 往這邊 不可以 你要遮蔥 對不對 錯誤 這個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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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看 有很多傷口 造就這一棵樹的 好 好 見得不好 我們要怎麼樣營造出 傷口不是那種修剪的那種 剛修剪的那種痕跡 要表現只有被結幹了以後 被自然包覆起來的那種棉袋 棉袋的感覺 有的話 要不要 不要把它遮了 來 對 不一定 再看 如果說更好的話 可以拿掉 那邊有連結 對 那邊就可以 對 好 可以多預留 好 像這個向下支 有沒有看到 這一支向下支 就要拿掉 才能透視 這空間 才能透視到後面 對不對 這一支是要拿 好 這一支是要拿 這一支 壓下 好 同一個點 不要出兩個 這樣子 同一個點 不要出兩個 好 再一個這個點 也是一樣 這主要結構 一 畫二 好 這也是一樣 在這裡 一 一上來畫 二 一 就變三了 同樣 好 那大概這樣 我回去看你那一顆 大概是